第二十三回 灵符罪客绿柳庄 一行人行出百余里 在沙漠中就地歇速 张无忌睡到中夜 忽听得携手隐隐传来 叮当叮当清脆的金属撞击之声 心中一动 悄悄起身 向声音来出迎去 奔出离许 这间小小一个人影 在月光下一度 他抢步上去 叫道 小赵 怎么你也来了 那人影正是小赵 他突然见到张无忌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扑在他怀里 抽抽叶叶的只是哭泣 却不说话 张无忌轻拍他肩头 说道 小妹子 别哭 别哭 小赵似乎受尽了委屈 终于得到发泄 哭得更加响了 说道 你到哪里 我 我也跟到哪里 张无忌心想 这小姑娘父母双亡 又建议于杨作氏父女 十分可怜 像是 我对他和颜悦色 是已对我甚为依恋 说道 好 别哭了 我也带你一起到海外去便了 小赵大喜 抬起头来 茫茫隆隆的月光 在他可爱秀美的小小脸庞上 拢了一层青纱 晶莹的泪水尚未擦去 海水般的淡蓝眼波中已尽是欢笑 张无忌微笑道 小妹子 你将来长大了 一定美得不得了 小赵笑道 你怎知道 现今不美吗 张无忌 双臂轻轻搂住了他 在他脸颊上一吻 说道 现今好美 将来更加美得不得了 小赵羞红了脸 轻声道 教主哥哥 我要永远 永远跟着你 你肯吗 张无忌道 我肯极了 小赵道 你可不能反悔 张无忌尚未回答 呼听的东北角上 提声砸塌 有大队人马自西而东 奔驰而过 过不多时 唯一笑和杨潇先后奔道 说道 教主 深夜之中 大队人马奔驰 说不定又是本教之敌 张无忌 命小赵去和周天等人会合 自行带通杨维尔人 奔向提声船来处查查 到达近处 国县沙漠中 留些一排马蹄印 唯一笑俯身查看 抓起一把沙子 说道 有血迹 张无忌 抓起沙子 凑近鼻端 等时闻到 一阵血腥气 三人寻着提印 追出树里 杨潇忽见 左手沙中 插着半截单刀 拾起看时 见刀柄上刻着 逢远生散子 威以沉隐 说道 这是空铜派的人物 教主 想使空铜派 在此预备下马蹄 回归中原 唯一笑道 从光明顶下来 已适隔半月有余月 他们尚在这里 不知道什么鬼 三人查知是空铜派 便不放在心上 回归原地暗睡 行到第五日上 前面草原上 来了一行人众 多数是身穿 滋衣的尼姑 另有七八个男子 双方渐渐行进 一名尼姑 今生叫道 是魔教的恶贼 众人纷纷 拔出兵阵 散开营底 张无忌 见是峨眉派人众 不知何以去而复回 这些人 也是从未见过的 朗声说道 众位师太 是峨眉门下吗 一名身材瘦小的 中年尼姑 跃众而出 力声道 魔教恶贼 多问什么 上来领死吧 张无忌道 师太上下 如何称呼 何以如此动怒 那尼姑喝道 恶贼 凭你也配问我名号 你是谁 唯一笑 急冲而前 穿入众人之中 点了两名男弟子的穴道 抓住两人后领 猛的发脚 远远奔得出去 将两人摔在地下 随即又奔回原处 这几下吐起胡落 快速无伦 他冷笑一声说道 这位是当事武功第一 天下肝胆无双的奇男子 同帅 左右光明使者 四大 护教法王 五散人 五行旗 天地风雷四门的名叫 张教主 赶过峨眉派下山 夺过灭绝师太 手中以天宝剑 这样的人物 配来问一声师太的法明吗 他这番话 一口气的说讲出来 峨眉群弟子 进阶骇然 眼见 唯一笑是才露了 这么一手 匪夷所思的武功 无人敢再怀疑他的说话 那中年尼姑定了定审 才道 阁下是谁 唯一笑道 在下姓韦 外号轻易浮王 峨眉派中几个人 不约而同的惊呼 便又刺人 急奔去救护那两个 给他搬到了远处的铜门 原来灭绝师太 在抵达光明顶前 就先派遣两名弟子下山 回四传达讯息 这两名弟子 正巧在途中 与接应部队碰上 述说过轻易浮王 杀害静虚之事 唯一笑道 奉张教主号令 明教和六大派 止息干戈 事前修好 从今而后 化敌为友 贵同门运气好 为父王这次 没吸他们的血 他自得张无忌 以九阳神功疗伤 不但驱除了 幻阴止寒毒 连以前机下的阴毒 也消了大半 不必每次行宫运进 便需吸血抗寒 那四人 抬了两名 给点中学道的同门回来 正在设法 为他们解治 只听得痴痴凉响 两粒小狮子 奢降过来 带着破空之声 直冲二人穴道 当时替他们解开了 却是杨潇 以弹指神通返运 智识点穴的功夫 那中年尼姑 见对方人数 固然不少 而事才两人稍显身手 武功伟实高的出奇 倘若动手 非是大亏不可 所谓事先修好 化敌为友 虽不知真假 却但愿是真 便道 凭你法明尽空 各位可见到我师父吗 张无忌道 孙师从光明顶下来 已半月有余 预计此时已进玉门关 各位东来 难道没遇上吗 晋空身后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说道 师姐 别听她胡说 咱们分三路接应 有信号火箭联络 怎会错过不见 周滇 听她说谎无礼 便要教训她几句 说道 这样就齐了 张无忌低声道 周先生 不必跟她一般见识 他们寻不着师父 自然着急 净空满脸怀疑之色 说道 家师和我们其余同门 是不是落入了明教之手 大丈夫光明磊落 何必隐瞒 周滇笑道 老师跟你们说吧 俄眉派不自量力 来功明教 自灭绝师太以下 各个遭勤 险下正打在水牢之中 叫他们思过戴罪 先关他个十年八年 放不放那时再说 彭颖语 盲道 各位 莫听这位周兄说笑 灭绝师太神功盖世 梅家弟子各个武艺高强 怎会实现于明教之手 此刻归我双方已 霸首言和 各位回去峨眉 自然见到 净空将行将宜 犹豫不定 唯一笑道 这位周兄爱说笑话 难道本教教主堂堂之尊 也会骗你们小辈不成 那中年女子道 魔教向来诡计多端 奸诈狡猾 说话如何能信 洪水旗掌旗使唐阳 左手一挥 突然之间 五行旗圆圆散开 随其合围 巨木在东 烈火在南 锐金在西 洪水在北 后土在外 幽走侧应 将一干峨眉弟子 团团围住了 阴天正大声道 老夫是白眉英王 只需我一人出手 就将你们一干小杯 都拿下了 明叫今日手下留情 年轻人 以后说话 可得好声简点 这几句话轰轰雷动 朕得峨眉群弟子 耳朵嗡嗡作响 心神动荡 难以自知 眼间 他白眉白须 神威临临 众人无不骇然 张无忌 一拱手 说道 朵朵拜上尊师 便说明叫张无忌 问他老人家安好 当先向东便去 唐阳 带微一笑 阴天正等 一一走过 这才挥手 召回五行旗 峨眉弟子 瞧了这等声势 暗暗心惊 阴宋明叫人众远去 各个目瞪口呆 庞莹遇到 家主 我瞧这事 其中必有蹊跷 灭绝事态 诸人东环 不该和这杆门人错过 各门各派 沿途军有联络记号 哪有影宗不见之理 众人边走边谈 都觉 峨眉派的许多人 突然在大漠中消失 其理难鸣 张无忌 更挂念周芷若的安危 却又不便和旁人商量 这日 行道傍晚 后土骑掌机时 沿远互道 这里有些古怪 奔向左前方的一排矮树之间查看 从一名部署手里 接过一把铁铲 在地下挖掘 过不多时 赫然露出一具尸体 尸首已然腐烂 面目殊不可变 但从身上衣着看来 显示昆仑派弟子 后土骑较重 一起动手挖掘 不久 掘出一个大坑 坑中横其树 露霸地对着十六具尸体 尽是昆仑派弟子 若是他们本派掩埋 绝不止如此操操 显示敌人所为 再查那些尸体 人人身上有伤 张无忌命后土骑 将各具尸体 好好分开 一句句地 妥为安葬 众人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心头的疑问都是一样 谁干的 大家争了一阵 彭盈玉才道 此时 唐不查个水落石出 这笔烂账定然写在本教头上 杨潇朗声道 大家听了 唐说明刀明枪的交战 大伙儿在教主率领之下 虽不敢说天下无敌 也绝不止疏于旁人 但案件难防 此后 饮水食饭 行路住宿 处处要防敌人 下毒暗算 众人齐声答应 又兴一阵 眼见夕阳丝血 天色一阵阵的黑了下来 众人正要密地休息 这见东北角天边 四头雾鹰 不住在天空盘旋 突然间 一头雾鹰俯冲下去 立即又击飞而上 羽毛分落 咎咎哀明 显示 给下面什么东西击中 吃了大亏 锐金旗的掌旗使庄征 死在以天见下之后 父旗使吴浸草 呈张无忌之命 升任了正旗使 这时见乌鹰古怪 说道 我去瞧瞧 带了两名弟兄 急奔而去 过了一会儿 一名叫众 先一行奔回 向张无忌禀报 禀告教主 武当派殷六侠 摔在沙湖之中 张无忌大吃一惊 道 殷六说 受了伤吗 哪人道 似乎是受了重伤 无奇使剑是殷六侠 命属下急速禀报 教主 无奇使一下顾救援去了 张无忌心急如焚 不等他说完 已发足急奔 杨肖阴天正等 随后跟来 道德尽处 只见是个大沙谷 足有食于杖身 无尽草 左手抱着阴离亭 一步一线 正十分吃力的上来 张无忌沿着沙臂 抢了下去 一手抓住 无尽草右臂空袖 另一手便去探 阴离亭的鼻息 察觉上有呼吸 略感宽心 结果他身子 几个纵月便出了沙谷 将他横放在地 顶身看时 不禁又惊又怒 又觉难过 单见 他吸 肘 怀 腕 足指 手指 所有四肢的关节 尽数让人折断了 气息奄奄 动弹不得 对方下手之毒了 为师罕见罕闻 阴离亭 神志尚未迷糊 见到张无忌 脸上微露喜色 吐出了口中的两颗石子 原来他受伤后 给人推下刹骨 仗着内力精纯 一时不死 雾鹰想来吃他 给他侧头 摇起地下狮子 喷石射击 如此苦苦称池 已有数日 阳霄 见那四头雾鹰 上自盘旋未去 自想 等众人抛下印尼亭后 便飞下来 着实他尸体 从地下 拾起四粒小石 痴痴连弹 四头五鹰 应声落地 每一只的脑袋 都为小石打得粉碎 张无忌 先给阴离亭 服下止痛 护心的药碗 再乡家查查 单见 他四只 共有二十来处断折 每处断骨 均是给 众手指力捏碎 没法结续 阴离亭地声道 跟三哥一样 是少林派 金刚指力 指力所伤 张无忌当时想起 当年父亲所说 三十拨鱼带炎 受伤的情形 他也是给少林派的 金刚指力捏碎骨节 从此难以行动 其实 自己父母尚未相识 不料事隔多年 又有一位师叔 伤在少林金刚指之下 他定了定审 说道 六叔不许烦心 这件事交给了侄儿 定教先人 南逃公道 那是少林派中 何人所谓 六叔可知吗 阴离亭摇了摇头 他数日来苦苦争命 早已筋疲力尽 此刻心头一松 再也指使不住 晕了过去 张无忌 想起自己身世 父母所以自尽 全是为了对不起三十拨 今日 六叔叔又遭此难 再不乐逼少林派 交出这罪魁祸首 如何对得起 于阴二位 又如何对得起 死去的父母 见阴离亭虽然昏晕 性命该当无碍 只断肢难续 多半也要和于太炎 同意命运 他约理有限 见势不快 学得静下来 细细思量 于是 扶着双手 远远走开 走上一个小丘 坐了下来 心中两个念头 不住交战 要不要 上少林寺去 找到那罪魁祸首 跟爹爹 妈妈 三十拨六十叔 报此大仇 倘若少林派 肯坦率承认 交出行凶之人 自然再好不过 否则 岂非明教 要和武当派联手 共同对付少林 我已和众兄弟 立下盟事 绝不再向各门派 帮回寻仇盛事 但事情 一闹到自己头上 便立时 将誓言抛诸脑后 又如何能够扶众 祸端几开 此后怨怨相报 只怕又要 世世代代的流血不止 不止要伤残 多少英雄好汉的性命 其实天已全黑 明教众人点起灯火 埋过造反 张无忌 物字坐在小丘纸上 眼见明月升起 才这么决定 且到少林寺 去见掌门空闻神僧 说明前因后果 要他给个公道 转念又想 但若把话说僵了 非动手不可 那便如何 他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 心想 我年纪轻轻 初当大人 立即便遭逢 这件急急手的难题 一心想要指战 西征 但凶杀血仇 却一件件 破人而来 我接下了 明教教主的众人 推不掉 甩不拖 此后烦恼 健困 定然 无穷无尽 若能不做教主 可有多好 他回到灯火之旁 众人虽然度饿 却谁都没冻筷吃饭 恭敬肃穆的战旗 张无忌好声过一步去 忙到 可非 以后自管用饭 不必等我 去看阴里亭时 见杨不悔 已用热水 为他洗净了窗口 正在为他饮汤 阴里亭神志仍然迷糊 突然双眼发直 步步转睛地 瞪着杨不悔 大声说道 小福妹子 我想得你好苦 你知道吗 杨不悔满脸通红 神色尴尬 右手拿着烧羹 低声道 你再喝几口汤 阴里亭道 你大运我 永远不离开我 杨不悔道 好了好了 你先喝了这汤再说 阴里亭甚为高兴 当时满脸欢容 张口把汤喝了 此日 张无忌传下号令 个人暂且不要分散 骑上松山少林四局 问明打伤阴里亭的原委再说 微笑周点灯 眼见阴里亭 如此重伤 各个心中不平 听教主说 要去少林问罪 七声喝彩 杨潇 为了继小福之事 一直对阴里亭 极为抱憾 口中虽不言 心里却立定主意 决意 皆全力为他报仇 更命女儿 好好照顾服事 稍补自己钱过 此后一路 没再遇上意识 阴里亭 时昏时醒 张无忌问起他受伤的情景 阴里亭茫然难言 只说 少林派的和尚 五个 围攻我一个 是少林派的武功 绝技错不了 这日 众人进了御门关 卖了骆驼 改成马匹 生怕惹人耳目 买了商贩的衣服换上 有的更赶着罗车 装得皮活药材等物 这日清晨动身 在干粮大路上赶到 骄阳如火 天气热了起来 行了两个多时辰 眼镜前面一排二十来棵柳树 众人心中慎喜 催赶坐骑 奔到柳树下休息 到达近处 见柳树下已有九人坐镇 八名大汉 军坐猎户打扮 腰胯佩刀背负弓箭 还带着五六头猎鹰 墨雨立爪 模样神俊 另一个人 却是个年轻公子 身穿宝兰愁衫 轻摇折扇 掩不住一副雍容华贵之气 张无忌翻身下马 将那年轻公子瞥了一眼 见得相貌俊美一长 双目黑衣百分明 炯炯有神 手中折扇 白玉为饼 握着扇饼的手 白的和扇饼 竟无分别 但众人随即不约而同的 都瞧向的公子摇尖 瞬间 黄金为钩 宝带为树 悬着一饼长剑 剑饼上赫然露着 倚天两个转纹 看着剑的形状长短 正是灭绝师太 只以大徒名叫叫众 周芷若用以赐得张无忌重伤即死的倚天剑 名叫众人大为恶然 周丁忍不住要开口相寻 便在此时只听得东边大陆上马蹄杂踏 一群人乱糟糟的乘马奔来 这群人是一队援兵 约么五六十人 另有一百多名妇女 给援兵用绳赴了 拖着行走 这些妇女 大都小脚伶仃 如何跟得上马蹄 有的跌倒在地 便给绳子拉着随地拖行 所有妇女都是汉人 显示这群援兵 掳掠来的百姓 其中半数都以衣衫给撕得稀烂 有的更裸露了大半身 哭哭啼啼 极是凄惨 援兵 有的手持酒瓶喝得伴醉 有的则挥边抽打众女 这些蒙古兵 一生长于马背 颠数精良 马便抽出 回手一拖 便卷下了女人身上一大片衣衫 与人欢呼喝彩 宣声笑嚷 蒙古人侵入中国将近百年 素来把汉人当作牲口也还不住 但这般在光天花日之下 大肆淫虐欺辱 却也极为少见 名叫众人 无不目自欲猎 只待张无忌一声令下 便急冲上去杀兵救人 忽听得那少年公子说道 吴柳珀 你去叫他们放了这肝妇女 如此胡闹成什么样子 话声清脆 又娇又嫩 竟似女子 一名大汉应道 是 解下 袭在柳树上的一匹黄马 翻身而上 持奸过去 以蒙古话大声说道 喂 大白天这般胡闹 你们没官场管束吗 快把众妇女放了 援兵队中 一名军官骑马 跃众而出 碧弯中 老这一个少女 斜着醉眼 哈哈大笑 说道 你这死囚活得不耐烦了 来关老爷的闲事 那大汉冷冷地道 天下盗贼四旗 都是你们这般不需百姓的官兵闹出来的 承造给我规矩些吧 那军官 大令 柳音下的众人 心下危敢诧异 安详 寻常老百姓一见官兵 远远躲开上字不及 怎的 这一群人吃了豹子胆 老虎心 竟敢管起官军的事来 瞥眼之间 见那少年公子头巾上 两粒龙眼般大的明珠 映然声光 贪心登起 大笑道 托儿相公跟了老爷去吧 有的你想服的 说着 双腿一夹 催马 向那少年公子冲来 那公子 本来和颜悦色 瞧着众援兵的暴行 似乎也不生气 但 见着军官如此无礼 秀眉微醋 说道 别留一个火口 这口子刚说出 嗖的一声响 一只羽箭射出 在那军官身上 动凶而过 乃是 那公子身旁一个猎户所发 此人发箭手法之快 尽力之强 几乎已是武林中的一流好手 寻常猎户 岂能有此本事 只听得 嗖嗖嗖 连珠箭发 八名猎户 一骑放箭 当真是百步穿扬 箭无虚发 每一箭 便射死一名援兵 众援兵 虽便其仓促 大吃一惊 但各个攻马贤熟 大声大喊 便及还箭 余下七名猎户 也及上马冲去 一箭一个 一箭一个 顷刻之间 射死了三十余名援兵 其余援兵 见石头部队 连身护手 丢下众妇女 回马便走 那八名猎户夸下 都是骏马 风驰电掣般追降上去 八支箭射出 便由八名援兵倒下 追出不到一里 蒙古官兵 尽数就尖 那少年公子 牵过坐骑 纵马而去 更不回头再望一眼 他号令部署 在瞬息间 屠灭五十余名蒙古官兵 便似家常便饭一般 竟丝毫不以为意 周天叫道 喂 喂 慢走 我有话问你 那公子更不理会 在八名猎户 雍卫之下 远远驱蓝 张无忌 唯一笑等 倘若施展轻功追赶 远也可以追击奔马 向那少年公子问个明白 但见那八名猎户 神剑兼敌 狭义为怀 心下均存敬佩之意 不敢贸然冒犯 众人纷纷议论 都猜不出 这九人来历 杨潇道 那少年公子 明明是女扮男装 这八个猎户打扮的高手 却对他恭敬一场 这八人剑法如此神妙 不似是中原哪个门派的人物 这时 杨不悔和后土旗下众人 过去抚慰一众被掳的女子 问其情友 知识附近村镇中的百姓 于是 从援兵的尸体上 搜出金银财物 分发众女 令他们各自从小路返家 此后数日之间 群豪总是谈论着 那剑尖援兵的九人 心中都起了心心相惜之意 恨不得能与之定交为友 周天对杨潇道 杨兄 令爱本来也算的是个美女 可是和那位男装打扮的小姐一比 那就比下去了 杨潇道 不错啊 他们若肯加入板交 那把尾猎户的排名 就该在五散人之上 周天怒道 放你娘的臭臂 骑射功夫 有什么了不起 你叫他们跟周天比划比划 杨潇沉吟道 彼之周兄 自然稍有不佳 但以武功而论 看来 比冷千凶要略胜半仇 名叫五散人中 武功以冷千为贯 众所周知 杨潇和周天 素来不睦 虽不在明争 但周天一有油头 便要和杨潇 斗几句口 这时听他说 八猎户的武功高于冷千 显示把五散人压了下去 心头欲怒 正在反唇相机 彭盈欲笑道 臭兄 又像了杨左使的当 他有意想击你生气呢 周天哈哈大笑 说道 我偏不生气 你奈何得我 但过不多时 又大声指摘 杨潇奇数不佳 群雄相顾玩耳 殷离亭 每日在张无忌意料之下 神志已然清醒 说起那日 从光明顶下来 心神激盗 竟在大漠中迷了路 越走越远 在戈壁中 摸索了八九日 戴德密回旧路 已和武当派师兄弟们 失了联络 这日 突然遇到五名少林僧人 那些和尚 一言不发 便及上前动手 五僧武功都极强 阴离亭 虽打倒了二僧 但寡不敌众 终于身受重伤 他说 这五僧的武功 是少林一派 确然无疑 只是位在光明顶上会过 想来是后援的人众 可以对他呼下毒手 确实猜想不透 他对他们言语有理 又曾自保姓名 绝非认错了人 一路之上 杨不悔 对他服事十分周到 他知自己父母 负他良多 又见他情形如此凄惨 不禁连席之心大起 这一天黄昏 群豪过了永登 加紧催马 又赶到江长子投诉 正行之间 前方马蹄声响 大路上两骑并肩迟来 门到十余帐外 便及下巴 前马后在道旁 神态甚为恭敬 那二人猎户打扮 正是剑剑援兵的 八雄中人物 群豪大起 纷纷下马迎上 那两人走到 张无极跟前 恭身行礼 一人朗声道 闭上仰慕名叫张教主 人侠高益 群豪英雄了得 命小人邀请各位 赴壁桩谢马 以表亲近之臣 张无极还礼道 岂敢 不知贵上名慧 如何称呼 那人道 毕上姓赵 归名不敢善称 众人听他执任的 少年公子是女扮男装 足见香带之城 请众君席 张无极道 自见诸位 弓箭神迹 每日离赞不绝口 德蒙不弃下交 兴何如智 只恐 叨扰不便 那人道 各位是当时英豪 毕上心仪已久 今日路过壁地 岂可不放三杯水酒 辽尽地度之宜 张无极 正想结交这几位英雄人物 又要打听 以天剑的来龙去脉 便道 既然如此 却之不公 自当造访宝庄 那二人大喜 上马先行 在前领路 行不住一礼 前面又有二人迟来 远远地便下马向后 又是神剑八雄中的人物 再行李许 神剑八雄的其余四人 也并齐来迎 名叫群豪 见对方李树周到 进阶洗位 顺着青石板大路 来到一所大庄院前 庄子周围小河环绕 河边满是绿柳 在干粮一带 竟能见到这等江南风景 群豪都为之 胸襟一爽 这件庄门大开 吊桥早已放下 那位姓赵的小姐 穿一件淡青色长袍 仍坐南窗打板 站在门口迎接 赵小姐上前行李 朗声道 明叫诸位好下 七日驾临绿柳山庄 当真 彭壁升辉 张教主请 杨泽实请 殷老前辈请 为父王请 他对明教群豪 尽个个认识 不需引荐 便随口道出名号 而且 教中地位 谁高谁下 也顺着次序 全说的无误 连五散人 五行骑士的排名次序 也均了然 众人 恶然心起 周丁忍不住便问 大小姐 您怎的知道 我们的姓名 难道你有 未不先知的本领吗 赵小姐微笑道 明叫群霞 明满江湖 谁不知闻 近日 光明顶一站 张教主以绝世神功 威慑六大派 更以轰传武林 各位东府中原 一路上不知 将有多少武林朋友 仰慕接待 企图小女子为然 众人意想不错 心下甚喜 但口中自是连连谦逊 问起呢 神剑八雄的姓名失诚时 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道 在下是赵一商 这是前二败 这是孙三悔 这是李四崔 再指着另外四人道 这是周武叔 这是吴六破 这是郑七灭 这是王八衰 明叫群豪听了 乌不哑然 心想 这八人的姓氏 依着百家姓上 赵前孙礼 周武郑王排列 已十分奇鬼 所用的名字 更个个不及 这与王八衰云云 真是匪夷所思了 但江湖中人 远获必仇 随便取个假名 事属寻常 便不再多问 赵小姐亲自带路 将众人让进大厅 群豪见大厅上 高悬匾额 写着绿柳山庄 四个大字 中堂一幅 赵孟府会的八郡图 八局姿态各不相同 匹匹神郡风发 左臂悬着一幅大字 文曰 白红坐上飞 青蛇侠中吼 沙沙双在风 团团月临扭 简绝天外云 简冲日中斗 简破妖人腹 简幅宁晨守 千江辟痴美 雾弹精切腹 柳斩红下交 莫氏皆中狗 师莫 帖了一行小字 夜市以天宝剑 寻神物也 杂路说见诗以赞之 便良赵敏 张无极书法是不行的 但曾随朱九珍练过字 书法的好坏倒也识得一些 既然这幅字笔试纵横 然颇有妩媚之志 显示出此女子手笔 知道是这位赵小姐所写 她除医书之外 没读过多少书 但这首诗并不简身 一颂即名 先想 原来她是辩良人士 单名一个名字 便道 赵姑娘文武全才 佩服 佩服 原来姑娘是中州旧京世家 那赵小姐赵敏 微微一笑说道 张教主的尊大人 号称银沟铁花 自是书法名家 张教主家学渊源 小女子在会儿上药 求肯一幅法书 张无极一听此言 脸上灯是红了 她十岁丧父 未得跟父亲戏练书法 此后 学一学五 于文字一道 使浅薄之志 便道 姑娘要我写字 那可要了我的命了 在下不信 仙父谢氏甚早 未得继承 仙父之学 十分惭愧 说话之间 庄丁一献上茶来 只见雨过天晴的 慈悲之中 漂浮着嫩绿的 龙井茶叶 清香扑鼻 群豪暗暗奇怪 此处和江南 相聚数千里致咬 如何能有 新鲜的龙井茶叶 这位姑娘 实在处处透着奇怪 赵敏端起茶杯 先喝了一口 亦是无他 等群豪用过茶后 说道 各位远道光降 笔桩诸多减慢 尚请恕罪 各位旅途劳顿 请到这边 先用些酒饭 说着站起身来 迎着群豪穿廊过院 到了一座大花园中 园中山石 古朴丑桌 西池清澈 花卉不多 却甚雅致 张无忌 未能领略 园子的圣庙之处 阳霄却已 暗暗点头 先想 这花园的主人 是非雍夫俗留 胸中大有秋和 水阁中 已安排了 两桌酒席 赵敏 请张无忌等入座 赵一商 前二拜等 神剑八雄 则在边厅 陪伴名叫 其余教中 殷离庭无法起身 由杨布会在乡房里 为他饮食 赵敏 珍了一大杯酒 一口甘蓝 说道 这是绍兴雨珍酒 说是一十八年的陈少 各位请尝尝酒味如何 杨霄 唯一笑 阴天正等 虽见这位赵小姐 乃狭义之辈 又与朝廷官邸作对 本仍处处小心 戏看酒壶 酒杯 均无异壮 赵小姐又喝了第一杯酒 便去了一记之心 放怀饮食 名叫教规 本来所谓 食菜 是魔 敬酒 即婚 自耸坛迁入昆仑山中之后 已隔除了这些饮食上的禁忌 西域 蔬菜难得 贵于牛羊肉食 简直气候严寒 躺不失油脂酒浆 内力稍差者便抵受不住 水隔四周池中 种着七八株水仙一般的花卉 似水仙而大 花作白色 香气优雅 群豪 林清芬 饮梅酒 喝风送香甚为畅快 那赵小姐 贪图甚见 说起中原各派的武林异事 竟有许多连殷天正父子也不知道的 他与少林 峨梅 昆仑 猪派武功颇少许可 但提到张三丰和武当七侠时 却推崇北支 对名叫猪大豪的武功文派 也极尽称谕 出言似乎漫不经意 但一抱一赞 无不动众逍遥 群豪又欢喜又佩服 但问到他自己的武功失诚时 赵敏却笑而不答 将话题插了开去 酒过数旬 赵敏酒到杯干 极尽豪迈 每一道菜上来 他都是抢先加一块吃了 眼见他脸翻红霞 微带酒韵 容光更增利涩 自来美人 若非温雅秀美 便属娇艳姿妹 这位赵小姐 却于十分美丽之中 更带着三分英气 三分豪胎 同时雍容华贵 自有一副端言之志 令人肃然起敬 不敢逼时 张无忌道 赵姑娘 承蒙后代 毕叫上下 无不感激 在下有一句言语 想要动问 只不敢出口 赵敏道 张教主何必见外 我被行走江湖 所谓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各位倘若不弃 便交了小妹这个朋友 有何吩咐垂寻 自当结成奉告 张无忌道 即使如此 在下想要请问 姑娘这瓶倚天剑 从何处得来 赵敏微微一笑 解下腰间倚天剑 放在桌上 说道 小妹自和各位相遇 各位目光灼灼 不离此见 不知是何缘故 可否见告 张无忌道 事不相瞒 此见 愿为俄眉派掌门 灭绝师太所有 比以教弟兄 丧身在此剑之下者 实在不少 在下自己 也曾为此剑 穿胸而过 显丧性命 是以人人关注 赵敏道 张教主神功无敌 听说曾以乾坤 大挪一手法 从灭绝师太手中 夺得此剑 何以反为此剑所伤 又听说 剑商张教主者 乃峨眉派中 一个年轻女弟子 武功也只平平 小妹对此疏为不解 说话时 莹莹妙目 凝视张无忌脸上 绝不稍顺 口角之间 似笑非笑 张无忌脸上一红 心道 他怎知道的 这般清楚 编道 对方来得过于突兀 在下为己留神 只有失手 赵敏微笑道 那位周执着周姐姐 定是太美丽了 是不是 张无忌更加满脸通红 道 姑娘取笑了 端起酒杯 想要饮一口 掩饰窘态 那只左手微颤 竟泼出几滴酒来 溅上了衣襟 赵敏微笑道 小妹不胜酒力 在饮恐有失忆 线下说话 已不知轻重了 我进去换件衣服 片刻即回 诸位请个自便 不必客气 说着 站起身来 学着男子模样 团团团一一走出水阁 穿花拂柳的去了 那兵以天剑仍平放桌上 并不取去 事后的家丁 不断送上菜肴 群豪便不在时 等了两久 不见赵敏回转 周颠倒 他把宝剑留在这里 道放心咱们 说着便拿起剑来 托在手中 突然意的一声 说道 怎的这般轻 抓住剑柄抽了出来 剑已出窍 群豪一起战起 无不惊恶 这哪里是那柄 断金切玉 丰瑞绝伦的倚天宝剑 竟是一把木质的长剑 个人随即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 但见剑刃色作淡黄 竟是檀香木所致 周颠一时不知所措 将木贱又缓入剑窍 难难的道 杨 杨总是 这 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虽和杨潇成日斗口 但心中其实佩服他 剑石灼钞 此刻遇上了疑难 不自禁脱口 便向他询问 杨潇 脸色郑重 低声道 教主 这赵小姐 十九不怀好意 此刻 咱们身处危境 急速离开为室 周颠道 怕他何来 他敢有甚举动 凭着咱们这许多人 还不杀他个落花流水 杨潇道 自禁着绿柳山庄 只觉处处透着诡异 似正非正 似邪非邪 是琢磨不到 是河门道 咱们何必留在此地 事事为人所知 张无忌点头道 杨作使所言不错 咱们已用过韭菜 如此告辞便去 说着便及离作 铁罐到人道 那真已听见的下落 教主便不寻访了吗 彭迎遇到 依属下之见 这赵小姐 顾不宜震 必是有所谓而来 咱们便不去寻他 他自会再找上来 张无忌道 不错 咱们有事在身 不必多生知己 日后以意待劳 一切看明白了再说 个人出了水阁 回到大厅 命家丁通报小姐 说多谢盛宴 便此告辞 赵敏匆匆出来 身上已换了一件 淡黄绸衫 更显得潇洒飘逸 荣光照人 说道 才得相会 如何便去 莫非嫌小女子 接待太减慢了吗 张无忌道 多谢姑娘厚赐 怎说得上 简慢二字 我们俗物缠身 为客多呆 日后相会 再当讨教 赵敏嘴角边 似笑非笑 直送出庄来 神剑八雄 恭恭敬敬地 站在道旁 恭身松客 群好抱拳而别 一言不发地纵骂击齿 眼见 离绿柳山庄一远 四下里一片贫野 更无旁证 周定大声说道 这位赵大小姐 未必按着什么坏心眼 她拿一笔木剑 跟教主开个玩笑 那是女孩胡闹 当得什么证 杨佐世 这一次你可走了眼了 杨潇沉吟道 到底是什么道理 我也说不上来 只觉得不对劲 周定笑道 大鸣鼎鼎的杨佐世 在光鸣鼎一战之后 变成了惊弓之 哎呦 身子一晃 倒撞下马 殊不得和他相聚最近 忙跃下马背 抢上福气 说道 周兄 怎么了 周定笑道 没 没什么 只是多喝了几杯 有些头晕 他一说起头晕两字 群豪相顾识色 原来 自离绿柳山庄后 一阵奔驰 个人都微觉头晕 却以为酒一发作 谁也没在意 但以周定武功之强 酒量之红 喝几杯酒 怎能倒撞下马 其中定有蹊跷 张无忌 扬起了头 思索 王难姑 毒经中所在 有哪一种 无色 无味 无嗅的毒药 能使人服后头晕 便死 猪般毒药 皆不相辅 而且自己 饮酒食材 与群豪 绝无分别 何以丝毫不觉 有意 突然之间 脑海中 犹如电光般一闪 猛得理想起一件事 不由得 大吃一惊 教道 在水歌中 饮酒的各位 一骑下马 就地盘膝坐下 千万不可运气 调息 一刃自然 又下令道 五行骑和天鹰旗下 弟兄 分不四方 严密保护 诸位首领 不论有谁 走进 一改割杀 众人 听得 教主 扳下言令 轰然大应 历时抽出 兵人 分不散开 张无忌叫道 不等我回来 不得离散 群豪 亦是不明所以 只敢微微 头晕 绝无其他 异状 何以教主 如此惊慌 张无忌又在 叮嘱 无论心头 如何 反恶难受 总之 是不可调于内息 否则 毒发无救 群豪吃了一惊 怎的中了毒了 张无忌身形微晃 已窜出十余帐外 他嫌骑马太慢 当下施展轻功 急奔 绿柳山庄而去 他较急一场 先知 杨潇 殷天正等人 这次锁中剧毒 发作起来 只不过一时 三刻之命 绝不似中了 幻音止后 那么可千言十日 若不及时 抢到解药 众人性命 休矣 这二十余里 屠城 片刻即到 道德庄前 一个起落 身子 已如一支剑般 射了进去 烧在庄门前的 众庄钉 眼睛一花 四剑有个影子 闪过 竟没看清 有人闯进庄门 张无忌 直冲后院 抢到水阁 只见 一个身穿 嫩绿愁衫的少女 左手持杯 右手直书 坐着 阴差看书 正是赵敏 这时 他已换了女装 他听得张无忌脚步 直升 回过头来 微微一笑 张无忌道 赵姑娘 在下 向你掏几棵花草 也不等他答话 左足一点 从池塘案盘 跃向水阁 身子平平飞肚 犹如点水蜻蜓一般 双手已将尺中七八株像水仙般的花草 尽数拔起 正要踏上水阁 只听嗤嗤声响 几枚细微的暗器迎面射到 张无忌右手袍袖浮动 将暗器卷入衣袖 左袖浮出 攻向赵敏 赵敏 邪身相比 只听得呼呼风响 桌上茶壶 茶杯 果蝶等物 其微袖风带出 越过池塘摔入花丛 片片粉碎 张无忌身子站定 看手中花草时 见每颗花的根部 都有深紫色长须 一条条须上 生满了珍珠般小球 笔律如翡翠 心中大习 只解药已得 当即揣住怀内 说道 多谢了 告辞 赵敏笑道 来时容易 确实难 头纸书卷于桌 双手顺势 从书中抽出两柄 薄如纸 白如霜的短剑 直抢上来 张无忌 挂念阴天正众人的毒患 不愿恋战 又袖浮出 钉在袖上的十多枚金针 齐向他射去 赵敏邪身闪出水阁 又足在台阶上一点 重行回住 就这么一出一进 十余枚金针都落入了池塘 张无忌赞道 好身法 但见他左手前右手后 两名短剑挟刺而至 心想 这丫头心肠如此毒辣 我若不是练过九阳神功 读过忽师母的毒经 近日鸣角 以不明不白地轻浮在他手里 双手探出 夹手 便去夺他短剑 赵敏 浩腕书帆 双剑如闪电般削的手指 张无忌这一夺 竟然无功 心下暗器 但他神功变幻 何等奥妙 虽没夺下短剑 但手指浮处已浮中了 他双腕穴道 他双剑再也拿捏不住 成是智出 张无忌头一侧 登登梁响 两兵短剑都盯上了 水阁的木柱 鱼尽不摔 物资颤动 张无忌心头为惊 以武功而论 他还远不到阳霄 阴天正 唯一笑等人的地步 但机警灵敏 便招既快且狠 双剑 虽把捏不住 仍要脱手伤人 赵敏双剑出手 右腕翻处 抓住套着 已听见剑鞘的木剑 却不拔剑出鞘 晖鞘往张无忌腰间砸来 张无忌 左手十中两指 几点的左肩 肩真血 待他侧身相比 右手弹出 乾坤大诺依心法 岂能再度无功 已将木剑夹手夺过 赵敏 站稳脚步 笑吟吟地道 张公子 你这是什么功夫 便是乾坤大诺依神功吗 我瞧也平平无奇 张无忌 左掌摊开 掌中 一朵珠花 轻轻颤动 正是他插在 并边之物 赵敏脸色未变 张无忌摘去并边珠花 他竟丝毫不决 倘若他当摘下珠花之时 顺手在他左边太阳穴上一戳 这条小命早就不在了 他随即宁定 淡然一笑 说道 你喜欢我这朵珠花 送了给你便是 也不许动手强强 张无忌 倒给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 左手青阳 将珠花治过 说道 还你 转身便出水阁 赵敏伸手接过珠花 叫道 且慢 张无忌转过身来 只听他笑道 你怎么偷了 我珠花上两粒最大的珍珠 张无忌道 我没功夫跟你说笑 赵敏将珠花高高举起 正色道 你瞧 可不是少了两粒珍珠吗 张无忌一瞥 果见珠花中 有两根金丝的顶上 没了珍珠 表知他是故意摘去 想引得自己走进身去 又失诡计 只哼了一声 不加理会 赵敏手按桌边 立声说道 张无忌 你有种就走到我身前三步之地 张无忌不受他刺激 说道 你说我胆小怕死 也优得你 说着又跨下了两步台阶 赵敏见激将之己无效 花容变色 惨然道 罢了 罢了 今日我栽到了家 有何面目去见我师父 反手拔下钉在柱上的一柄短剑 叫道 张教主 多谢你成全 张无忌回过头来 只见白光一闪 他已听短剑 往自己胸口插落 张无忌冷笑道 我猜不上你 下面那档字还没说出 只见短剑当真插住了他胸口 他惨忽一声倒在桌边 张无忌这一惊着实不晓 哪料到 他居然会如此劣性 数招不胜 便急挥剑自枪 心想这一剑 若非正中心脏 或可有救 当即转身 回来看他伤势 他走到离桌三步之处 正要伸手去扳他肩头 突然间脚底一转 灯势空了 身子直跺下去 他按脚不好 双手袍袖 运气下伏 下跺之时微微一顿 身掌往桌边打去 这一下 只要打中了 便能借力乐器 不置落入脚底陷阱 哪知 赵敏自杀 固然是假 这一招也早料到 右掌运进会出 不让他手掌碰到桌子 这几下吐起胡落 视声一顺 双掌斩胶 张无忌身子已落下了半截 百忙中 手腕急翻 抓住了赵敏 右手四根手指 他手指滑腻 立时便要溜脱 张无忌 只需有半分可思着力处 便有腾挪余地 手臂抱长 已抓住了他上臂 这时 他下跺之时慎静 一拉之下 两人一起跌落 眼前一团漆黑 身子不住下跺 但听得啪的一声响 头顶翻板 已然合上 这一跌之下 只有四五丈神 张无忌双足着地 立即跃起 施展壁虎游墙弓 严强游到现经顶上 伸手去腿翻板 出手坚硬冰凉 竟是一块巨大铁板 给激阔扣得牢牢的 他虽具 乾坤大挪一神功 但深悬半空 不似站在地下那样 可将力道挪来一去 力推势下 铁板纹丝不动 身子已然落下 赵敏 咯咯咯笑道 上面八根粗钢条扣住了 你人在下面 力气再大 又怎退得开 张无忌 脑袋脚快奸扎 不去理他 在陷阱四壁摸索 寻找脱身之际 四壁摸上去 都冷冰冰的 甚为光滑 坚硬异常 赵敏笑道 张公子 你的庇护游强功 当真了得 这陷阱是纯钢所著 打磨得滑不留守 连缝隙也没一条 你居然游得上去 嘿嘿 张无忌怒道 你也陪我现身在这里 有什么好笑 突然想起 这丫头 惊化至极 这陷阱中必有出路 别要让她独自逃了出去 当即 上前两步 抓住了她手腕 赵敏惊道 你干什么 张无忌道 你别独个出去 你要活命 趁早开了饭板 赵敏笑道 你慌什么 咱们总不会饿自在这里 待会儿 他们寻我不见 自会放咱们出去 最担心的是 我手下人 若以为我出庄去了 那就糟糕了 张无忌道 这陷阱之中 没有出路的激阔吗 赵敏笑道 瞧你生就一张聪明面孔 怎能问出这等笨话来 这陷阱 又不是造来自己住着好玩的 那是用以捕捉敌人的 难道故意在里面 留下开启的激阔 好让敌人脱身吗 张无忌心想 倒也不错 说道 有人落入陷阱 外面岂能不知 你快有人来打开翻板 赵敏道 我的手下人都派出去了 你刚才见到水阁中 另有旁人没有 明天这时候 他们便回来了 你不用心急 好好休息 刚才吃过喝过 也不会就饿了 张无忌大怒 心想 我多待一会儿不要紧 可是外公他们还有救吗 五指收紧 使上了二成立喝倒 你不立刻放我出去 我先杀了你再说 赵敏笑道 你杀了我 那你就永远别想出这钢牢了 喂 男女瘦瘦不轻 你握着我手干什么 张无忌让他一说 不自禁地放脱了他手腕 腿后两步靠臂坐下 这钢牢方圆不过数尺 两人最远也只能相距一步 他又忧急又气恼 闻到他身上少女气息 加上怀仲花香 不禁心神一荡 站起身来怒道 我名叫众人 和你素不相识 无怨无仇 你何故处心纪律 要置我们各个于死地 赵敏道 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 既然问起 带我从头说来 你可知我是谁 张无忌心想不对 虽颇想知道 这少女的来历和用意 但若 等他从头至尾地慢慢说完 阴天正等人以独发毙命 何况怎知他说的是真是假 倘若他腻造一套谎话来胡说八道一番 枉然耗费时刻 眼前更无别法 只有逼他叫人开启翻板 便道 我不知你是谁 这道也没功夫听你说 你到底叫不叫人来放我 赵敏道 我没人可叫 再说 在这里大喊大叫 上面也听不到 你若不信 不妨喊上几声试试 张无忌怒急 伸左手去抓他手臂 赵敏惊叫一声 出手撑拒 李氏便给点中 歇下穴道 动弹不得 张无忌 左手插住他咽喉 道 我只需轻轻实力 你这条命便没了 这时 两人相聚极尽 这觉 他呼吸急促 脱气如蓝 张无忌将头扬起 和他脸孔离开得远些 赵敏突然 呜呜呜员地哭了起来 气道 你欺负我 你欺负我 这一招 又大出他意料之外 一个之下 放开了左手 说道 我又不是想欺负你 只要你放我出去 赵敏哭道 我又不是不肯 好 我叫人了 提高嗓子叫道 喂 喂 来人哪 快开翻板 我落在钢牢中了 他不断叫喊 外面 毫无动静 赵敏笑道 你瞧 有什么用 张无忌气恼之急 说道 也不羞 又哭又笑的 成什么样子 赵敏道 你自己才不羞 一个大男人家 却来欺负弱女子 张无忌道 你是弱女子吗 你诡计多端 比十个男子汉 还有厉害 赵敏笑道 多成张大教主夸赞 小女子愧不敢当 张无忌心想 事事紧急 倘若不识喇手 名叫便全军覆没 一咬牙伸过手去 吃得一声 将她裙子撕下了一片 赵敏 赵敏以为他呼气歹念 这才真的惊慌起来 叫道 你 你做什么 张无忌道 你若肯放我出去 那便点头 赵敏道 为什么 张无忌不去理他 吐鞋唾液 将那片愁在浸尸了 说道 得罪了 我这是迫不得已 将尸丑封住了他口鼻 赵敏历时呼吸不得 片刻之间 胸口气息质色 说不出的难过 他却也真硬气 竟不肯点头 熬到后来 身子扭了几下 晕了过去 张无忌 打他手腕 直觉 麦希渐渐微弱 便揭开封住他口鼻的尸丑 过了半晌 赵敏悠悠行转 伸延了几声 张无忌道 这滋味 不打好手吧 你放不放我出去 赵敏恨恨地道 我便再晕一百次 也仍不放 要么你就干脆杀了我 呸了几声 说道 你的唾沫 呸 臭也臭死了 张无忌 见他如此硬挺 一时倒也疏手无策 又僵持片刻 心下焦急 道 我为了救人 只好动粗了 无理莫怪 抓起他左脚 扯脱了他鞋瓦 赵敏又惊又怒 叫道 臭小子 你干什么 张无忌不答 又扯脱了他右足鞋瓦 伸双手十指 点在他两足掌心的涌泉穴上 运气九阳神功 一股暖气 便在涌泉穴上来回游走 涌泉穴 在足心献中 乃足哨音圣经的起端 感觉最是敏锐 平时儿童嬉戏 以手指爬骚油板足底 便令对方周身酸马 张无忌此刻 以九阳神功的暖气擦动他 用泉穴 比之用羽毛丝法骚痒 更加难当百倍 只擦得树下 赵敏忍不住格格叫嚣 将要缩小闪避 苦于学到瘦点 怎动弹的半分 这份难受远甚于倒戈变大 便如几千万只跳蚤 同时在五脏六腑骨髓血管中 爬动药饰一般 只笑了几声 便难过地哭了出来 张无忌忍心不理 继续施围 赵敏一颗心 几乎从胸腔中跳了出来 连周身毛发 也痒得似要根根脱落 骂道 臭小子贼小子 总有一天 我将你千刀千刀万寡 好了好了 饶了我吧 张公子张教教主 张无忌忍心不理 张无忌道 你放不放我 赵敏哭道 我放 快 停手 张无忌这才放手 说道 得罪了 在他背上 推拿树下 解开了他穴道 赵敏 传了一口长气 骂道 贼小子 给我着好鞋袜 张无忌 拿起罗法 一手 便握住他左脚 刚才 以心脱困 全无别念 这时 一碰到他 瘟匿柔软的足怀 心中不禁一荡 赵敏 将脚一缩 修得满面通红 幸好黑暗中 张无忌也没瞧见 他一声不响地 自行穿好鞋袜 在这一煞事时间 心中起了异样的感觉 似乎只想他 再来摸一摸自己的脚 却听张无忌厉声喝道 快快 快放我出去 赵敏 一言不发 伸手摸到钢壁 上刻着的一个圆圈 倒转短剑剑柄 在圆圈中忽快忽慢 忽长忽短的敲击 七八下 敲击之声俯停 火辣声响 一头亮光 从头顶照射下来 翻板灯是开了 这刚闭的圆圈处 有细管和外边相连 他已约定的讯号敲击 管机关的人便立即打开翻板 张无忌没料到 说开便开 竟如此直接了当 不由得一恶 说道 咱们走吧 赵敏 赵敏低下了头 站在一边 默不作声 张无忌心想 他是个女孩家 自己一再折磨一摊 好生过意不去 躬身一一 说道 赵姑娘 是才在下 实破于无奈 这里跟你谢罪了 赵敏索性将头转过 向着墙壁 肩头微微耸动 似在哭泣 他奸诈毒辣之时 张无忌跟他斗智斗立 疏无杂念 这时内溃于心 又见他背影婀娜苗条 后颈中几负银白胜玉 秀发蓬松 不由得微声怜惜 说道 赵姑娘 我走了 张某咄咄得罪 赵敏的背脊 微微扭了一下 仍不肯回过头来 张无忌不甘再行耽搁 有机施展 庇护游强功 一路由上 戴德离那陷阱之口 尚有仗鱼 幼租在钢壁上一点 冲天窜出 袍袖扶起 护住头脸 生怕有人扶在井口 吐下偷袭 身子尚未落下 游目四望 水阁中不见有人 内柄木质夹以天见 物字横放在桌 张无忌将木剑插入腰带 便越过围墙 朝小径 奔回鸣角群号停歇之处 眼见 夕阳在山 刚才在陷阱中已担了大半个时辰 不知阴天正等性命如何 心中忧急 奔得更快 不多时 以地远处不远 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件大队蒙古骑兵奔驰来去 将名教群豪围在中间 中原兵弯弓大剑 一剑剑向人圈中射去 张无忌心想 本教首领人物齐齐中毒 无人指挥与敌 如何抵挡得住大队敌兵围攻 脚下加快 抢上前去 刚奔到近处 只听得人从中 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叫道 锐金旗攻东北方 洪水旗至西南方包抄 正是小赵的声音 他呼喝之声俯歇 名教中一对白旗教众 向东北方冲杀过去 一对黑旗教众 兜至西南包抄 远兵分队敌敌 突然间 黄旗的后土旗 清旗的巨木旗教众 从中间并肩杀出 由此一条黄龙 一条青龙卷将过来 远兵阵脚受冲 一阵大乱 当即退后 张无忌几个起落 已奔到教众身前 众人见教主回转 齐声呐喊精神大振 张无忌 见阴天正 杨霄 周天等人 以及五行旗的正副长旗使 都团团坐于地下 小赵 却守之小旗 站在土丘上 指挥教众御笛 五行旗 天鹰旗 各路较众都是无意高强之士 但首领中毒 等是乱了 一经小赵 以八卦之术 不止欲少 援兵竟九宫不尽 小赵喜叫 教主 请你来指挥 张无忌道 我不成 还是你指挥的好 带我去冲杀一阵 杀他几个带兵的军官 只听得嗖嗖数声 几只剑向他射来 张无忌从教众手里 接过一只长矛 一翼剥落来剑 手臂挺震 长矛便如一只剑般 飞了出去 在一名援兵百夫掌身上 穿胸而过 将他钉在地下 众援兵大声叫喊 又退出了数十步 突听得 号角呜呜响起 时与其奔驰而至 张无忌剑当先是赵明手下的神剑八雄 不禁眉头微醋 安详 这八人剑法太强 说任得他们发剑 只怕众弟兄损伤非小 许得先下手为强 却见 那神剑八雄中 为首的赵医商 摇动一根金色龙头短杖 叫道 主人游令立即收兵 带兵的援兵千副长大声叫了几句蒙古话 众援兵拨转码头 急驰而去 秦二败端着一只木盘 下马走到张无忌身前 攻身道 我家主人 请教主收下留念 但见托盘中铺着一块黄色锦段 段上放着一只黄金盒子 楼刻精致 张无忌也不怕他弄什么鬼 伸手拿了 前二败公身行礼 倒退三步 转身上马而去 张无忌将黄金盒子顺手交给了小招 他挂念着众人的病事 也无暇去看何中是何物事 当即从怀中取出花枝 命人取过清水 捏碎深紫色的根须和碧绿小囚禁 调入清水 分别给阴天正 阳霄 以及五行旗各正副长妻师等人扶下 这一意中 凡复水阁引验之人 除了张无忌 由九阳神功护体诸毒不侵之外 所有名叫首脑无不中毒 纸阳不悔陪着阴离亭在外 小招挤诸教众在乡厅内饮食 个人遵从教主号令 于各物粘口之前 均悄悄以银针试过到没中毒 解毒之物 甚是对症 不到半个时辰 群豪体内毒性消解 不再投云眼花 只周身乏力而已 当即问起中毒和解药的原委 张无忌探导 咱们已处处地方 酒水食物之中 有无毒药 我当刻敲得出来 其实那赵姑娘啊 下毒的心肌尾是肥所思 这种水仙模样的花 叫做醉仙灵符 虽极难得 本身却无毒性 这柄甲乙天剑 是用海底的麒麟香木所制 本身也是无毒 可是这两股香气混在一起 变成剧毒之物了 周天拍腿教导 都是我不好 谁叫我手痒 去拔出这乙天剑 来瞧他妈的老石子 张无忌道 他既处心积虑的设法陷害 周兄便不去洞见 他也会拆人前来 拔剑下毒 那是防不了的 周天道 早 咱们一把火 去把那绿柳山庄烧烂 他刚说了那句话 这件来路上黑眼冲天而起 红颜闪动 正是绿柳山庄的方向 群好面面相去 说不出话来 心中同时转念 这赵姑娘 事事料敌鸡仙 早就算到 咱们解毒之后 定会前去烧庄 她便先行放火 将庄子烧了 此人 年纪虽轻 又是女流之辈 却实事劲敌 周天拍腿教导 她烧了庄子便怎的 咱们还是赶去 追杀她个落花流水 杨潇道 他既连庄子都烧了 自使事事有备 料想未必追赶得上 周天道 杨兄 你的武功也还罢了 讲到计谋 总算比周天烧生半仇 杨潇笑道 岂敢岂敢 周兄神机妙算 小弟如何能及 张无忌笑道 两位不必太歼 咱们这次没受多大损伤 只十三四位弟兄受了减伤 也算天性 这就赶路吧 群豪在道上请问张无忌 如何能想到个人中毒的原因 张无忌道 我记得读经中有一条说道 麒麟香木 若与芙蓉一类花香相遇 往往能使人沉醉数日 以盖花之囚境 活水而饮可解 若不极解 毒性大损心肺 这最先灵符的性子 比这寻常芙蓉还更厉害 因此我要各位 不可运惜用功 否则毒性侵入各处经脉 是有性命之忧 唯一笑道 想不到小昭这小丫头 居然见此奇功 若不是她在危急之际 挺身而出 只会得当 攻守俱佳 一旦给蒙古兵杀尽身来 大伙死伤必重 杨霄本来认定小昭来里有意 必对名叫不利 只爱着教主面子 才对她暂且放任 但今日一役 她却成了名教的功臣 使令她大出意料之外 一时也想不透其中缘由 众人沿途谈论赵敏的来历 谁都摸不着端倪 张无忌将双双跌入陷阱 自己骚得脚底脱困 等情隐去不说 虽心中无愧 但当众谈论 总绝难以启齿 当晚 众人一早投客店歇宿 大队人众分别在庙宇祠堂等处借宿 小昭 倒了齐连水 端到张无忌房中 张无忌道 小妹子 你今日见此奇功 以后不用再做这些丫头的建议了 小昭然一笑 道 我服侍你很是高兴 哪又是什么建议不建议了 待他灌洗以臂 将那只黄金盒子取了出来 道 不知盒中 有没藏着毒虫毒药 毒剑暗器之类 张无忌道 不错 该当小心才是 将盒子放在桌上 拉着他走得远远的 取出一枚铜钱 挥手智出 钉的一声响 打在金盒子的边缘 那盒盖弹了开来 并无异状 他走近看时 这件盒中装的是一朵珠花 物质微微颤动 正是他从赵敏并边摘下来过的 赵敏所除去的两粒大猪 已重行穿在金丝之上 他不由得呆了 想不出他此举事何用意 小昭笑道 教主哥哥 这位赵姑娘可对你好得很啊 巴巴的派人来送你这么贵重的一朵珠花 张无忌道 我是男人 有这种姑娘们的手势何用 小妹子 你拿去戴吧 小赵连连摇手 笑道 那怎么成 人家对你一片情谊 我怎么感受 张无忌 左手三指拿着珠花 笑道 招 珠花之初 手势不轻不重 刚好插在小赵头发上 珠花下的金针 却没碰到他肌肤 小赵伸手 想去摘下来 张无忌 摇手道 小妹子 难道 我送你一点玩物 也不成吗 小赵 双甲红韵 低声道 那可多谢了 就怕小姐见了生气 张无忌道 简直 你干了这番大好事 杨左使妇女 哪能对你再存什么疑心 小赵满心欢喜 说道 我见你去了很久不回来 心中急得什么似的 又见达子来功 不知怎样 忽然大着胆子呼喝起来 这时候自己想想 当真害怕 请你跟五行旗 和天鹰旗的各位爷们说说 小赵大胆放围 无理之急 请他们不可见怪 张无忌微笑道 他们多谢你还来不及呢 怎会见怪 不一日 来到河南境内 其实天下大乱 四方群凶并起 蒙古官兵的盘查 更加严谨 名叫大队人马 成群结队的行走不便 便改了庄 分批到松山脚下会骑 这才捅上少石山 由巨木旗掌旗使 文苍松 持了张无忌等人的名帖 投入少林寺 张无忌指 此次来少林问罪 虽不予再动干戈 但结果疏难逆料 倘若少林僧人 瞒不讲理的竟要动武 名叫却也不得不起而应战 于是传下号令 各首领先行入寺 五行旗和天鹰旗下各路教众 在寺外伺下守候 若听得自己三声轻笑 便即攻入接应 诸教众接令 分逃而去 过不多时 寺中一名老年的支客僧 随同文苍松迎下山来 说道 本寺方长和朱长老 闭关锦修 恕不见客 群好听了 进阶变色 周殿怒道 这位是明教教主 亲自来少林寺拜山 老和尚们居然不见 未免 腿也拓大 那支客僧 低手垂眉 满脸愁苦 说道 不见 周殿大怒 伸手去抓他胸口衣服 说不得举手挡开 说道 周兄不可莽撞 彭迎遇到 方丈既然做官 那么我们渐渐空置 空姓两位神僧 也是一样 那支客僧 双手合十 冷冰冰的道 不见 旁迎遇到 那么 达摩堂首座呢 罗汉堂首座呢 那支客僧 仍爱理不理的道 不见 阴天正 犹如霹雳般一声 大喝 到底见是不见 双掌 排山倒海般退出 轰隆一声 将道旁抵出大松树 推为两节 上半节连枝待叶 再带着三个乌鸦巢 哗啦啦的倒降下来 那支客僧至此时有巨色 说道 各位远道来自本当礼节 只是诸位长老尽在做官 各位下次再来吧 说着何时攻身 转身去了 唯一笑身形晃动 一拦在他身前 问道 大师上下如何称呼 那支客僧道 小僧法名 不说也罢 唯一笑 伸手在他肩头轻拍两下 笑道 很好 很好 你善说不见两字 原来是不见神僧 是空见神僧的师兄 只不知阎罗王招请佛下 你不见神僧 见是不见 他支客僧 给他这么一拍 一股冷气 从箭头支传到心口 全身立石寒斩 牙齿护肌 咯咯作响 他强自忍耐 侧身从唯一笑身旁走过 一路不停的抖索 亮枪上山 唯一笑道 这家伙 带一头诗 身上内功不是少林派的 张无忌 当即想起了袁真 先想 带一头诗之诗 少林派中甚为寻常 说道 为父王 拍了他这两下 寒冰绵掌 他师祖 师父 焉能致时不理 咱们上去 瞧大和尚们 是否当真不见 众人了想 一场个斗已然难免 少林派 苏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千年来江湖上号称 长盛不败门派 近日这场大战 且看 明教和少林派到底谁强谁弱 个人精神百倍 快步上山 想到 少林寺中高手如云 眼前这一盏 激烈处自使 非同小可 不到一盏茶十分 已到了四前十亭 张无忌 想起西年 随太师父上山 在这亭中和少林派 三大神僧相见 今日重来 虽前后不过数年 但西年是个瘦骨伶丁的病童 生死难知 今日却是明教教主至尊 缅怀就是当真 恍若隔世 这间 那十亭 有两根柱子断折了 亭中十桌也掀翻在地 说不得孝道 少林和尚 好勇斗狠 这两根柱子是心断的 多半前几天 刚跟人打过了一场大架 还来不及修理 周颠倒 待会儿 大战得胜之后 咱们将这亭仔 一股脑子拆了 群豪在亭中等候 料想四中 必有大批高手出来 却当先礼后兵 责问 何以对阴离亭 如此痛下毒手 众僧若瞒不讲理 那时只好动武 且之 等了半天 四中境全无动静 又过了一会儿 腰间 一行人 从四后 奔下后山 远远望去 约有四五十人 彭颖遇到 哼 他们在调兵潜将 四下埋伏 张无忌倒 锦四却 当下 杨霄 微笑在座 阴天正 阴野望在右 铁关道人 彭颖遇周滇 说不得四三人在后 拥着张无忌 进了四门 来到大雄宝殿 但见 佛像前的供桌 倒在一旁 香炉也掉在地下 满地都是香灰 却不见人 说不得冷笑道 少林派 一见咱们到来 竟然心慌意乱 手足无措 连香炉也打翻了 可笑啊 可笑 张无忌朗声道 名叫张无忌 会同辟教杨霄 阴天正 微笑诸人 前来拜山 求见方丈大师 他说话声 并不甚响 但内力浑厚 殿旁高悬的 同中大鼓 受到话声激荡 同时嗡嗡嗡地 响了起来 杨霄 微笑等 相互对望一眼 君想 教主内力至甚 是骇人听闻 当年杨教主在世 也缘有不及 近日一战 本教可期必生 张无忌这几句话 少林寺前院后院 到处都可听见 但等了半晌 寺内竟无一人出来 周定喝道 喂 少林寺的和尚老哥老弟们 这般躲起来 成什么样子 扮新娘子吗 他话声 可比张无忌想得多了 但殿上中骨 却无应声 群豪又等片刻 仍不见有人出来 彭迎遇到 我心中忽悠意感 只觉这四中阴气沉沉 大大不响 周定笑道 少林派鬼鬼祟祟 本就阴气沉沉 有什么奇怪 铁官道人护道 咦 这里有柄断头缠杖 说不得道 啊 这里好大一滩血字 周定笑道 下面光明岭一战 教主威名远洋 少林寺高挂免战牌了 你瞧他们 抛得慌慌张张的 连兵器都抛下了 铁官道人摇头道 不是的 周定道 为什么不是 铁官道人道 那么 这滩血是什么意思 周定道 多半是他们吓得 连手也割伤 说到这里 便住了口 自知太也难以自圆其说 便在此时 一阵急风刮过 只吹得众人袍袖飞扬 周定喜悼 好凉快 猛听得 戏便 咔啦啦 一声响 数十丈外的一株大松树倒了下来 群豪已经同时跃起 奔到断树之处 这件 那株松树 生于一座大院子的东南角上 院子中并无一人 却不知为何 落大一株松树 竟会给风一吹 便及折断 压塌了半堵围墙 众人走进松树断结处看时 这件脉络交错断裂 显示给人以重手法震碎 而树落断裂处略陷干枯 并非视才所为 群豪细查周遭 纷纷说道 咦 不对 啊 这里动过手 好厉害 伤了不少人啊 大院子中 到处都有激烈战斗的遗迹 地下青石板上 旁边树枝杆上 围墙石壁上 留着不少兵刃砍斩 群掌劈机的印记 到处建满了血字 可见 那一场拼斗 为时惨烈一场 地下 有许多深浅的脚印 乃高手比拼魅力时所留下 张无忌叫道 快抓那个芝克森 得问个明白 唯一笑 说不得等人 分头去找 那芝克森 却已躲得不知去向 五行骑四下搜索 过得小半个时辰 各骑掌骑士先后来报 说道 寺中无人 但到处都有激斗过的痕迹 许多殿堂中 都有血字 也有断折的兵刃 却没发现尸烧 张无忌道 杨作士 你说如何 杨潇道 这场激斗 当时在两三日之前 难道少林派全军覆没 尽给杀的一个不存 说不得道 刚才不是有几十人 奔向后山吗 杨潇道 那多半是少林派的对头 留守在这里的 见到咱们大队人马到来 便溜之大吉了 彭莹遇到 以事事推断 必当如此 刚才那个芝克森 就是冒充的 芝克森 没能劫他下来 可是 少林派的对头之中 男人有这样厉害的一个帮回门派 莫非是丐帮 周滇道 丐帮势力虽大 高手虽多 总也不能一举便 把少林寺的重光头 杀得一个不胜 除非是咱们明教 才有这等本事 可是 本教明明没干这件事啊 铁罐道人道 周滇 你少说几句废话成不成 本教 有没有干这事 难道咱们自己不知 后土骑掌骑使 岩元来报 骑兵教主 罗汉堂中的 十八尊罗汉佛像 曾给人移动过 布置其中有无蹊跷 群豪 知岩元 经于土木构筑之血 他寄生疑心 必有所见 都道 咱们瞧瞧去 来到罗汉堂中 这件墙上建了不少血字 借刀铲杖丢满了一地 周滇问道 严兄 这十八罗汉 有甚国怪 严元道 每一孙罗汉象 都给人推动过 本来兄弟一线后面 另有门户道路 但插插墙壁 却无密门密道 杨潇沉吟半上 道 咱们把罗汉象 推开来瞧瞧 严元跳上神座 将长眉罗汉 推在一旁 露出墙壁 果然并无异状 杨潇也跃上神像 细看的长眉罗汉 突然疑的一声 道 罗汉背后写的有字 将那尊罗汉象 搬转过来 群豪赫然 见到一个 斗大的灭字 罗汉象本是金身 这时 金光灿烂的背心上 给人用力气 画出了一个 大大的灭字 深入于寸 笔划中 露出了泥土 印痕肾心 显示刻画不久 周滇倒 这个灭字 是什么意思 啊 是的 原来 峨眉派挑了少林寺 灭绝师太 留字示威 群豪都觉此事 太也不尽情理 紧接摇头 说话之间 群豪 已将十八尊罗汉象 都搬转身来 除了最右手的 降龙罗汉 最左手的 伏虎罗汉外 余下十六尊罗汉背后 各画了一字 自右之左排去 十六个大字 何然是 先诸少林 再灭武当 为我名叫 武林称王 阴天正 铁冠道人 说不得等人 不约而同的意气 叫了出来 这是疑惑江东的 毒计 群豪见这十六个大字 张牙舞爪 青装可布 想到 少林寺群僧 惨遭恨祸 这笔账 却要算到 名叫头上 无不 既然有忧 周滇教导 咱们快把这些字 刮去了 免得做冤大头 阳霄道 敌人用心恶毒 但是刮去这十六个字 未必有用 这次 周滇觉他 说得有理 不再跟他斗口 只问 那怎么办 说不得到 这其实是个证据 咱们找到了 使这疑惑 毒气之人 拿他来 与这十六个字对质 杨霄点头称是 横莹遇到 小曾 尚有一事不明 要请杨卓氏指教 刻下这十六字之人 即存心嫁祸本教 使本教承担 毁灭少林派的大罪名 好让天下武林 群起而攻 然则 他何以仍让 罗汉像背向墙壁 不将这十六个大字 向着外面 若非言其是细心 岂不是谁也不知 罗汉像背上有字吗 杨霄脸色凝重 道 猜想起来 这些罗汉像 是另外有人给转过去的 多半暗中有人在相助本教 咱们已领了人家极大的情 群豪奇问 此人是谁 杨卓氏从何得知 杨霄叹道 这其中的原委曲折 我也猜想不透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 张无忌突然啊的一声 大叫起来 说道 贤猪少林 再命武当 只怕 只怕武当派 即将遭难 唯一笑道 咱们义不容辞 立即复原 且看 到底是哪一批狗奴才干的好事